哈喽大家好,欢迎来欢迎你,我叫小花,这一名听障人士 前几天我去剪了头发,突然间灵几洞 觉得可以和大家说一说听障人剪头发的烦恼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小花又发什么神经啊 剪个头发而已吗,有必要吗 在这里和大家科普一下,听障人士有很多很可怕的天敌 第一个是口罩,关于这一点事前的视频 带助庭气的烦恼就已经有解释过了,大家可以回去看一看 那第二个天敌呢,是理法师 因为剪头发的时候他们都会洒水洗头之类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事先都要把那个助听器给脱下来 这时候呢问题就来了 理髮师剪到一半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问起问题 或者是跟你搭话 那我们听不清嘛 所以只能透过静止的反射 靠他们的口型表情还有身体语言去拍他们在说什么 运气好的话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沟通 不过大多数都会发生一些非常尴尬 打非左腕的情况 啊先生啊这里会剪的太短吗 哦不用了不用了 嗯 嗯 啊那你人家需要洗头吗 哦没有没有没有 嗯 哦对了先生你在哪里上班啊 啊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你剪的很好哦请细细 蛤 没了没了我们订了来一个神经住客 你们拍两个路车高了 哦不 拍两警察车好一点 所以啊剪头发对你们普通人来说 是一件非常享受非常放松的一种体验 但是对我们听障的人来说就会变成一种考验 那我这几个月呢其实做了一个蛮大胆的实验 我去了三家不一样的理发店 然后呢在开始之前 而我的理发师解释清楚我的情况 说我是听不清的 然后迟点拖下注听器过后就不能和他们沟通了 看看他们会不会配合我 哎非常出乎意料的是 全三个理发师都蛮配合的哦 他们在剪头发的半途中呢就没有什么去和我搭话 其中呢有一个男性的理发师更是让我意外 他剪好我一边的头发过后 特地的做手势 示意我去带上一边的注听器 然后再问我剪的还可以吗 需要调整什么之类的 当下的那一个时刻其实是让我蛮感动一下的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 以其一直去逃避这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可以勇敢的走出第一步 主动的和理发师去好好的沟通 解释清楚我们的听力 我相信大部分的理发师都是很愿意服务我们的啦 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哦 我是小华我们下一个影片见